观战一把蜘蛛,目前S5的蜘蛛 我记得在麦克斯小朋友之前 好几次说要观战,但是没看到呀 这不是说不观战你,对吧 你看到了就可以观战一把 这套阵容抓勘探员是有说法的 这套阵容其实抓勘探员,抓机械师都不错 遇到祭司的话我们看看天赋有没有带抗性 带了抗性抓祭司也行 抓祭司也行 翻进来,这边,独师先存一轮吧 存一个三连打一刀,闪现一刀带走这祭司呢 有得打,但是没有抓勘探员或者抓那个机械师 特别抓机械师的话,我觉得他保平的面更大一点 前面的板子已经下好了,一波加速拉走 因为没有带踩板加速,这块板子也不高硬踩了 前面过去,哇,这前面过去开会了 这三个人斗地主啊,全在这里 两连蛛丝,三连蛛丝,好了,有机会 一刀,抽到没抽中,但是没关系啊 这边的蛛丝可以连续利用的 再加一层嘛 祭司,这边,洞 架在这个点位,怎么地 都得吃一刀吧,一刀不吃我不信的呀 闪现一刀再追 祭司手上还有一个洞,看这个洞能不能拉一个很大的距离 理论上面来讲好像不太好拉 不太好拉的话,应该是要没了 而且祭司这边倒的话,有可能倒在介石娃娃的电机上面 这是最伤的一点 洞友啊,洞友 蛛丝,过来 一刀,倒地,好 娃娃这边的电机被干扰是穷者最伤的 这边还有一个地下室 这里祖司,加速,过来 娃娃先走,先把人挂上 一切都不急,这个地下室一挂呢 我觉得穷者这边可能想要赢就比较难了 要做的可能是一个宝瓶 因为蜘蛛,盘丝洞嘛 盘丝洞打个一刀将一口祖司,不过分吧 而且还守了一台遗产级 守着吧,这边可以祖司布起来 想来找这个娃 这个娃应该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的 傭兵来了 傭兵来了 看见足迹了 这边一个护壁弹 落地刀 吐一口,可以吐一口 先吐一口 然后卡血线,卡血线 博弈博弈,正射就赢了 哎呀,没博弈到 没博弈到 这波血魁 而且只吐了一口 一刀还没打 这里看太阳还能打架 年轻人 哎,这边想打一刀 然后弹 那个取消一个插刀 没能抓到机会 呃,这里要找祭司 能找到吗 位置的一个判断还是很聪明的 而且这边一个洞 这个奥利奥穿了 穿了这个洞 反正就行吧 还行吧 对于蜘蛛来讲 前期干扰到了一波大节奏 还是一个宝瓶真盛的面 就是这波地下室呢 没有捡到更多的东西 还是亏的 娃娃的电机 还得走 这个娃娃电机还是被干扰了 还是被干扰了 这就是路人局跟开黑的一个问题 找不到 那娃娃没了 娃娃没了 娃娃没了 外面要有薄命的话 可能是这个机械师 机械师要来救 勘探员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有薄命 佣兵再来救一波 那这边 吐一口 再吐 不急 不要急 这么多四台电机 我一口一口把你们吐死 来 一口一口吐 对 好的 nice 非常的舒服 这边三层猪尸 佣兵这个护壁 连一个护壁弹 好 再来一口98k 收尾 帅 猪尸一连 看他原来都不一定处理得了 这一波想要帮忙扛刀 其实亏很多 为什么呢 他的电机不可能亮 帮忙扛刀 就是想寄希望于这个祭司能够交一个洞来 溜起来 但是 这边不出刀 其实傭兵就可以走了 我觉得 就是或者说祭司直接抢打一个洞 傭兵走了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话蜘蛛是不丢节奏的 节奏续上了 而且有一波传送 看探员 这里过来补娃娃的电机 两台机 两台机好像差不多了 电机是差不多了 回身来防 看到电机在动 那这边抓祭司为主 因为祭司好抓 看探员那边你爱修修 你修完了 这个人可能就过半了 我这边把这个人留在这里 倒在遗产街 哎呀 祭司这边的一个走位好像走不了了 倒在遗产街的话 这把有的赢 哎呦 老蜘蛛打的是真的很舒服啊 赏心悦目 好 再挂上 这个位置 压过去 直接传送 守拥兵 有耳末 土 来看这把 看98k 你有丢磁铁 我有喷蛛丝 咱俩谁怕谁 喷蛛丝 封走位 弹一手 五秒钟 但祭司那台电机其实有机会能亮的 这边要躲一口 躲一口 没躲掉 打 哎呀 电机亮了也不行啊 这边祭司 没在修 没在修的话结束了 这把可能是一个四抓局 祭司摸了一根针 但是傭兵要被挂飞了 来不及救了 有伤有薄命也不够了 刚才 刚才这台电机 其实 祭司如果点的话 我感觉 应该是有机会能点亮的 他没有修 他是选择把自己扎满 那 看 接着能不能跑地窖了 排轮地窖 来 各位观众觉得这把蜘蛛是能跑 能留几个 1234 应该是 234 应该这样说 121 再摸了一个护币 留四个吗 我觉得机械师有机会能跳地窖 因为有一个护币也满血 跑两个不太可能 跑两个不太可能 没了 结束 这边走地窖了 也行嘛 刚才那波 嗯 救人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哎 还要把这个分给烧烧满 还是олн过这个 按文账 我也闷着 带 我 延 乩 所以